我们日本三天组正式宣布跟你开战 那我就不相信这个玻璃瓶不破 96年第一部《古惑仔》上映后 叫好又叫做 观众们将浩南 山姬等人视作偶像 甚至用实际行动模仿电影里的故事 可半年后这部电影的出现 彻底撕破那层薄杀 原来《黑道社团》里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兄弟义气 若是在关老爷面前发的事都算数 这世上根本就不会再有坏人 亮坤依然是那个亮坤 坐马桶上也不忘看漫画书学习知识 边看还要边骂作者画的不好 这时日本黑帮山田组的田刚找上门谈试 亮坤一时找不到纸 干脆私下漫画救急 门外是赶来给她做西装的裁缝妇女 没去理会日本黑帮 女孩清纯的外表让亮坤动了心思 亮坤抢过尺子交给女孩趁机开油 甚至在凉裤肠的时候 故意做出骚扰动作 老裁缝不敢翻脸 只能出言阻止 没想到亮坤用墙 让小弟带走老裁缝 把女孩留在房间里欲行不轨 因为体力差距 女孩根本逃脱不了 突然门外的一声枪响 原来是小弟枪杀了老裁缝 女孩要为父报仇 一脚踢在亮坤当部 被亮坤命人拉走 卖到了中东 忙完这些 亮坤才空出时间和日本黑帮谈判 山田组的田刚已经等了很久 这次找上门是一件私事 之前亮坤想找田刚女友拍电影 田刚答应了 没想到刚到这里就被亮坤侮辱 甚至被亮坤强行侵犯 田刚今天来就是通知一声 如果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 山田组就和亮坤开战 所有已战友市场全部收回 可惜话还没说完 亮坤就操起酒瓶子砸死了田刚 其实一切根本就是诡计 田刚弟弟串通亮坤 故意让田刚女友深色险境 等田刚一到香港 田刚弟弟就在日本篡权夺位 亮坤再打死田刚 解决一切麻烦 亮坤杀人从来没有心理负担 不过刚才小弟打裁缝的那一枪引来警察 按照规矩要进去调查情况 亮坤耍无赖 说是自己报的警 不肯让警察进门 却没防备 对面车子里伸出黑洞洞的枪口 当场把问话的警察和亮坤打成重伤 送到医院时 亮坤已经差不多没救了 而且医生和护士都不愿意救他 没人管亮坤 他只能躺在走廊里等死 就算警官亮出警察身份 请护士帮忙也不行 最多随便就是拿出一张纸巾 警官还想要露口供 可医生不在谁也没办法 按老警察的说法 亮坤这种人不用多管 反正他这么坏这么讨厌 大家尽人事就行了 意识已经越来越模糊 亮坤感觉整个人已经奔向未知的天堂 有头发谁也不愿意做秃子 曾经的亮坤也是阳光下的小小少年 甚至还有一个当警察的梦想 但是在球场踢球时 被小混混勒索 要他拿40块钱交保护费 小混混们欺负小孩子 也要报上名号的行为 上一哥对此是极为不齿 赶走了他们 上一哥告诉亮坤 那些人是黑社会中的坏分子 要亮坤以后跟着自己混 信以为真的小亮坤 就这样一直混到成年 可是连收小弟都要设计骗人的上一哥 显然没有什么江湖地位 看到街边的店铺被抢 亮坤上去叫收保护费 收保护费不成 亮坤又溜到街边 看女生换衣服 隔着窗户 看得口水都要流下来 可惜兜里一分钱没有 请人家看电影都不够钱 只能坐在女生家的茶餐厅喝柠檬茶偷看 亮坤这是少年春心萌动 喜欢上了茶餐厅的阿妹 可惜美人当前 他始终不敢开口 正巧好友苏薇找到亮坤来办正事 说是已经和另一位老大龙哥谈好 准备从上一哥那里转会 去跟着龙哥混 这件事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亮坤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不能私下转会 有点不合江湖规矩 人家会说自己不讲义气的 亮坤觉得 毕竟上一哥带自己出来混的 这么一声不吭转头实在不太好 于是找到上一哥 劝他别再碰那些东西 可上一哥不仅不听 还让亮坤赶紧学 怎么打破玻璃瓶来吓唬别人 只是亮坤的敲法 上一哥不太满意 亮坤点头答应 表示学会 跟着上一哥就出去抢劫 眼前的人看起来没什么坏心眼 亮坤不愿意去打 上一哥说 这家伙逼良为娼 包娼剧赌 简直无恶不作 碰巧这混蛋 闲猪手摸街边的女孩 上一哥趁热打铁 告诉亮坤 打这家伙就等于为民除害 年幼无知的亮坤 还真敢提着瓶子凑上去 一击没能打碎瓶子 没想到那混蛋竟然是警察 警官正掏出的那一刻 亮坤扔下酒瓶撒腿就跑 不过亮坤不知道的是 打林警官 根本就是上一哥设下的圈套 上一哥当然没这么好 他欠了林警官一大笔钱 这次故意涉局 让亮坤殴打林警官 然后开出条件 如果能帮忙抓到亮坤 之前的欠款就一笔勾销 亮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上一哥干脆演戏演到底 假装自己不知道林警官的身份 拿出一把零钱 让亮坤跑路出去避避风头 眼看亮坤要从前门出去 上一哥赶紧说让他从后门走 亮坤还以为老大是为自己好 对上一哥千恩万谢 年内把零钱也留下了 结果出门就被林警官收拾一顿 此时的亮坤还讲江湖意气那一套 死扛着不肯说出是上一哥指使自己动手 被林警官打得口吐鲜血 还坐了几个月牢 在被放出来时 上一哥已经失踪 有人说他欠了一屁股债 跑路到台湾 但那已经不是亮坤操心的事了 刚出狱的他 经过苏微引荐 败在龙哥门下 江湖中人盛传龙哥罪讲意气 亮坤深以为然 龙哥财大气粗 比上一哥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一出门 亮坤竟然看到曾经的老大上一哥 竟然在捡垃圾桶里的盒饭吃 怕上一哥不好意思 亮坤给了苏微一笔钱 要他拿去给上一哥 没想到苏微只是虚晃一枪 把钱揣进自己口袋 上一哥抱拳道谢 亮坤在不远处看不真切 还以为是为了那笔钱感谢 不管怎么说 从那以后 亮坤就跟着龙哥出生入死 好事也做 坏事也做 可惜苏微不懂事 天天不是吸白粉就是泡妞 甚至还泡到一对双胞胎 一脸猥琐的给亮坤介绍经验 听得亮坤脑袋发懵直反胃 他只喜欢茶餐厅的阿妹 但也并没有告白 因为他是混社会的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没必要和人家在一起害人的 看着苏微左拥右抱 一边一个畅想人声 亮坤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报应很快就来了 江湖上勾引二嫂是大吉 阿安要杀了苏微 现在就算龙哥 也未必能保得住苏微 因为苏微私吞了社团的公款 去买白粉 根本就没脸再找龙哥帮忙 亮坤真的不想再管 这个不值上镜的人了 可出来混的 讲的就是义气 最终还是心软答应帮忙 亮坤找到龙哥 主动扛下苏微欠的所有债 希望社团能网开一面 龙哥喝了口茶没硬撑 勾引二嫂私吞公款 放在哪个社团都是死罪 龙哥不会再管苏微 但亮坤有情有义 收下当心腹 绝对是个好小弟 当场答应 给亮坤200个小弟 让他去帮苏微摆平安安的事 按说龙哥帮忙 苏微肯定就有救了 但双方人马还要谈判 亮坤担心谈不了几句就会谈崩 一旦谈崩就要开打 开打叫见血 见血就难免受伤回不来 所以临走之前 亮坤要向阿妹告白 我在等你 你等我干什么 想告诉你 我等你很久了 我走了 你真的走了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 阿妹说自己也很喜欢亮坤 甚至要把人生中的第一次交给他 现在外面两班人即将打起来 没有太长时间完成生命中的大和谐 当阿妹宽衣解带 躺在引擎盖上时 亮坤内冒火的眼神还是熄灭了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 他这一次可能会死 如果他死了 阿妹怎么办 所以他决定立刻离开 就当从没见过阿妹 临走前告诉阿妹 如果自己没有死的话 一定会回来的 但阿妹要记得煮一碗餐蛋面 再加一瓶冰啤酒 200个人的武器很重的 亮坤光是搬到天桥上都快累死了 龙哥的200人马却迟迟不到 其实龙哥根本就是想让亮坤当炮灰 扣几乎了一万遍都没回消息 此时的苏薇跪在阿安面前认错 向条丧家之犬 要不杀你啊 行 跪过来喝我的尿吧 背叛龙哥转偷我的门下做狗 倒是如此 苏薇还是跪在地上喝了那碗尿 甚至还夸赞味道好 连人渣阿安都看不起苏薇这种没志气的人 亮坤还在天桥上 苦等永远不可能赶到的200元军 看到苏薇被人用链子拴着当狗戏耍 心里的火再也压不住 抱着刀出现在一群人面前 天女散花刀法还真戳到不少人 甚至还识刀截了阿安 两人对几十人 无论如何没胜算的 只能咬牙和苏薇一起跳下天桥调命 不过亮坤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会被好兄弟被刺 在阿安的事意下 苏薇扑撕一刀戳中亮坤 大哥的出卖 朋友的背叛 亮坤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可他更狠不下心一刀斩了苏薇 两人就此恩断一绝 在同一个晚上 亮坤被两个最信任的人背叛 也终于明白 所谓的黑社会讲义起 不过是一个骗人脱裤子进毛坑的童话故事 老天有眼 亮坤命大没死 爬回了那家茶餐厅 阿妹真的煮了一碗餐蛋面 还有一瓶冰啤酒 爱情的力量鼓舞着亮坤 他撑着最后一口气爬上楼 却看到龙哥竟然把阿妹压在餐桌上 其实整件事就是一个圈套 在亮坤之前 阿妹早就跟龙哥在一起了 甚至除了亮坤 阿妹和谁都乱搞过 所有事情都是龙哥搞出来的 亮坤不过是备胎中的备胎 龙哥的小弟们冲上楼 抓着亮坤狠狠扁了一顿 也就是那天开始 亮坤对黑帮社团的一切想象全都破灭 什么江湖义起 什么朋友兄弟 全都是骗人的 混社团的根本就是死到有不死平到 所有人都是为了利益出来混 所以龙哥死活不肯放过亮坤 还在江湖上放出消息 说亮坤勾引二嫂贪污公款 搞得亮坤在香港混不下去 只能跑路到日本 在异国他乡 一边打工赚钱 一边努力读书 大概是老天开眼 亮坤真的学有所成 最后开了一家自己的面当 还有一个和阿妹长得一模一样的妻子 可就在亮坤拥有全新生活的时候 追兵还是找上了门 一群混混围着亮坤疯狂殴打 妻子也被扔进海里 一失两命 妻子和肚子里的孩子全都没了活路 亮坤终于明白 混黑道 根本没有退路 从来不存在金盆洗手这一说 一朝他日黑道 终生再难洗白 于是他心中默默发誓 如果这次能大难不死 他要重新加入社团 做所有蛊惑仔中最坏的那一个 翻过栏杆一跃跳进海里 飘了不知道多久 亮坤再次醒来时 竟然回到了熟悉的地方 老天有眼 让他重新飘回香港 所以亮坤真的成为 全香港势力最大最坏的那个人 不过其实这一切都是亮坤的谎言 是重伤之际的臆想 医生已经完成手术 亮坤转危为安 终于肯说实话了 真实的亮坤是这样的 还是那个球场 还是那个足球 不过亮坤还是收保护费的蛊惑仔 林峰只是一个懵懂少年 被亮坤勒索收40块 上一哥也不是社团大哥 而是亮坤的老爸 一个过去混过社团的现任神父 你们千万不要加入黑社会啊 要跟那就跟耶稣 你的耶稣老大有什么好 上天堂 亮坤不想上天堂 天堂里大概什么也没有 不如混社团 天天可以抽烟喝酒 泡妞看小电影 他最羡慕的就是朋友苏薇 带着林峰一起到酒吧找苏薇玩 看起来是听他唱歌 实则是为了看苏薇身旁那对双胞胎姐妹 从头看到尾 从上看到下 亮坤的口水都快要淌出来 一腔怒火 全都发泄给身边的女友 亮坤的愿望就是泡到这对双胞胎 若是可以一度春宵 估计要爽翻了 可惜苏薇是自己朋友 出来混的不能勾引二嫂 否则会被同行追杀 因为这对双胞胎 亮坤看苏薇越来越不顺眼 苏薇没往那方面想 只是觉得男人说话不该让女人过来 还大方表示 如果亮坤喜欢 尽管把双胞胎拿去 甚至还当着亮坤的面 探讨泡到双胞胎是什么感觉 气得亮坤暗自付费 在心里大骂苏薇是王八蛋 看到苏薇左右拥抱离开酒吧 亮坤心里生理全都有火 到KTV逼着老宝也找一对双胞胎过来 否则就要发脾气 如此为难人的要求 老宝只能尽力糊弄 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换上一样的衣服 非说这就是双胞胎 看来替代品是不行了 亮坤决定冒一次险 给苏薇打去电话 约来这里唱歌 然后让林峰拖着苏薇 自己去双胞胎家里 一进门就受信大发 拉着两人要搞事 双胞胎借口要洗澡 把亮坤一个人留在门外 等了又等 亮坤冲进浴室就要物理降火 没想到双胞胎竟然配合着 脱了亮坤的衣服 以为可以享受人间极乐的亮坤 并没注意到衣服已经被扔下楼 双胞胎把光着屁股的亮坤 撵出门隔着门嘲笑 这下糗大了 勾引二嫂 要是被别人知道 自己这个社团老大也就不用混了 偏偏苏薇打来电话 要亮坤去酒吧找自己 否则大家朋友都没得做 丑事被发现 亮坤一时不知如何处理 只能穿一把钧刺 硬着头皮到酒吧见苏薇 这一掏吓得亮坤差点亮出武器 最吓人的是苏薇一声不吭 拍手示意小弟关灯 亮坤二话不说 掏出君子捅了过去 狠手杀了自己的朋友 可灯光在亮气时 一群人捧着生日蛋糕出现 原来大伙是给亮坤一个惊喜 事情搞到这一步 亮坤抱着苏薇不敢松手 否则被人发现自己杀害朋友 这辈子就完了 但精神极度紧张的他 还是出了纰漏 差一点就要走出门时 苏薇直直倒在地上 杀人是要偿命的 亮坤找了全香港最好的律师保自己 以50万的代价被保释出来 但他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律师费都没有 第一场开庭就算了 律师可以当做赠送 若是第二场 还见不到钱就一拍两散 关键这位律师 这些年给不少老大都当过代理人 认识的老大比亮坤的小弟还多 没办法 亮坤只能到法律援助署找免费律师 可免费的律师好找 事就不好办了 双方在职业这一块发生争执 差点又打起来 亮坤索性撕碎表哥离开 偏偏在门口又碰到收高利贷的 这群人欺负落魄的亮坤 比杀一只鸡难不到哪里去 无路可去只能回家避难 老爸劝亮坤别再死扛 混社团也要讲道义才行的 杀朋友 勾引二嫂 侵吞公款 欠高利贷 竟然在外面还有官司在身 自己要不是当着这个神父 非要按规矩插亮坤三刀才行 老爸建议亮坤赶紧找龙哥承认错误 自己在龙哥那里好歹有三分薄面 如果人家肯给一条活路 等于过天晴就可以重新做人了 没想到的是 老爸竟然向龙哥透露行踪 还在睡梦中的亮坤 被带到社团叔父面前 龙哥当着所有人的面 数落亮坤的不是 吃里扒外 杀兄弟 勾引二嫂 吞公款 所有的大忌亮坤全都犯了个变 叔父们建议 立刻杀了亮坤 以正邦规 龙哥提刀就要砍 亮坤却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说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有龙哥指使包庇 否则自己怎么敢这么大胆 冒天下之大不韦 眼见瞧不过 抢过砍刀就架在龙哥脖子上 小弟们没能一枪干掉亮坤 反被夺了手枪 倒霉的龙哥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风光一世 最后会挨了亮坤几个大嘴巴子 还被推下楼惨死当场 这一举动吓住在场所有人 亮坤声称 自己是替社团清理门户 问大家对自己的行为有没有意见 这种狠人在身边 谁敢有意见 龙哥这个位置该我做的吧 你不做我生气的 对对对 龙哥在亮坤口中 已经成为社团败类 一切黑锅都甩了出去 就连那笔高利贷也不用再背着 就这样亮坤混出了头 成为社团十几个扛把子之一 老爸看不外儿子这么混蛋 叫亮坤过来讲述 当着大家的面 老爸对自己出卖亮坤毫不在意 那又怎么样 那就不对 幸好我摆平了 突然的话 现在正在下面吃元宝蜡 老爸出卖亮坤是有原因的 之前已经和龙哥谈好了 身上挨三刀 然后被踢出社团 之后就可以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告别黑道 没想到亮坤竟然干掉龙哥 现在事情搞到这一步 老爸还是希望 亮坤能回头试案 改成错误 没想到亮坤疯狂到 连老爸都敢杀 当着所有小弟的面 用酒瓶砸死自己的神父老爸 这才是真正的他 可惜好人不偿命 祸害活千年 之前被子弹打到重伤的亮坤 竟然被医生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依然可以享受 常人享受不到的待遇 和之前唯一不同的是 凌峰已经改邪归正 加入警队 现在负责调查亮坤的案子 你有本事啊 你做的坏事都有人帮你扛 你可别乱说话 我是一等良民 正当商人 凌峰知道苏薇和双胞胎 以及龙哥和亮坤老爸的事 如果有机会找到证据 一定会抓亮坤归案 电视采访里的亮坤 被包装成文质彬彬的样子 现在外面不少人 都知道亮坤之前的丑事 为了挽回自己在江湖上的形象 亮坤找了一家报馆 让他帮自己出本自传 这不是闹着玩的 真要出自传 等于帮亮坤洗白 小眼竟不愿意 可文人面对黑帮社团 还能怎样 被亮坤三下唬两下唬 当场服软 答应好好写 这时山田组打来电话 上次一代目被亮坤干掉后 一代目的弟弟二代目 又来找事 现在是山田组的长老闹事 要求查出杀害一代目的真凶 当作二代目上任的头等药物 小日本初尔反尔搞事的行为 让亮坤极为恼火 准备想个歪主意解决这件事 干脆让小弟找几个杀手 连二代目一起干掉 到时候天下太平 什么事都没了 可小弟不肯去 说是凌峰现在盯得很紧 做事露马脚的话 一定会被抓进监狱的 这事难不到亮坤 既然凌峰曾经混过黑道 亮坤竟用这件事要挟 说凌峰当年在球场上入邦时 发了誓签了名 连身份证号都有登记 如果凌峰坚持不肯放过自己 这件事保不齐就会捅到廉政公署那里 到时候发生什么可就不好说了 亮坤的要求很简单 警方暂时放弃丁绍就行 警方的人刚撤走 山田组二代目就找上门 各路杀手已经准备好 一旦二代目上来 亮坤就会发出关灯的暗号 到时候快刀斩乱麻 什么都解决了 偏偏小鬼子的暗号也是关灯 双方都自信能掌控局面 可凌峰作为警队议员 被亮坤这么一拿捏 不敢再动手 同事们都说那些旧事没关系 小时候经过黑社会完全不是问题 没有理由为了小时候的错事 而耽误现在的前程 如果不能阻止亮坤的鸿门宴 以后在这一代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想来想去 凌峰终于决定出手 这时亮坤已经和山田组二代目碰面 二代目说 自己准备了一颗夜明珠当礼物 亮坤女友急于看夜明珠 竟然真的关了灯 双方的杀手们一起冲进来 在打开灯时 已经剑拔弩张 生死就在一线间 等凌峰的人冲进酒吧 三方人马拿着枪乱指都让对方放下枪 僵持了许久 也不知道是谁先开的枪 耳边只能听到子弹疯狂射出的声音 连眼前的人都看不清是谁 酒吧里的东西全被打碎 不多时 各路人马都倒在地上没了气息 最幸运的竟然是亮坤 这个家伙竟然命大到在枪林弹雨中还能活下来 凌峰还有最后一口气 挣扎着瞄准连开竖枪 可亮坤却毫发无伤 自从上次出院后 亮坤就心有戒备 时刻穿着防弹衣防着这种事 凌峰没办法只能玉石俱焚 抱着亮坤一起坠下楼 要说祸害真能活千年 亮坤坠楼不死 就算迎面撞上大车都没被碾死 命大到这种地步 谁还能拿他怎么样 不过天道有轮回 夜路走多了总是要遇见鬼的 为了夺警察 亮坤慌不择路 跳上旁边的一辆车 看女司机身材火辣 亮坤又动起歪心思 毛手毛脚想占便宜 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从中东回来的 而且还是亮坤的老熟人 出来混 有错就要认 被打就要立正 在香港电影众多经典人物中 反派亮坤的形象独树一只 那沙哑低沉的嗓音 和二流子一般神经质的状态 堪称可与乌鸦比肩的 蛊惑仔最佳反派 但这样一个 动辄杀人全家的恶毒大反派 难道天生就是反派吗 亮坤会不会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这部电影的前半段就告诉观众 一个好亮坤变成坏亮坤 竟然是被逼无奈 可观众随即就发现 自己被编剧和导演戏弄了 前半段全都是瞎编乱造 真正的亮坤 根本就是一个无耻之徒 原来浩南和三七的故事只是故事 兄弟义气快意恩仇 不过是观众们的一厢情愿 导演用不断反转的故事 阐述了一个朴素的道理 黑社会就是黑社会 坏人就是坏人